我們的專案叫做Graphical 主題是High Interactive Visual Program Language 然後看一下應該在這裡 好耶 來來來來 OK 那我們就把麥克風轉給你 謝謝 我早上沒有提案到 所以我現在也想來分享一下我們的專案 OK Graphical就是一個我們做的圖形化的程式語言 他算是一個圖形化的Python 就是比如說 他會把Python的比如說Arrange啊 Sign啊 Variable做成一個一個Node 好那這樣好處是什麼呢 比如說現在在Train一個神經網路 是一個Regression的神經網路 那麼 我們就可以看到 然後Data是怎麼生出來的 比如說 是一個Arrange0到10 然後 丟到Sign裡面 然後丟到Y裡面 然後 Arrange0到10 丟到X裡面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Data的Shape 在線上會寫Data的Shape 這個10跟10 然後可以看到 即時畫出來的圖 然後 一個兩層的神經網路 在Graphical裡面 講的是這個樣子 再來 訓練神經網路 就是很簡單的串成這樣 然後點兩下Train 它就會Train了 然後 然後 再來Train完 你可以 把 Rial的Y跟PredictedY 畫出來比較 然後 你也可以在Train的時候 即時把 Rial的Y跟PredictedY 畫出來比較 然後也可以即時看到Lost圖 就是解釋了它 展示了它的Interactivity 好 那 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呢 不是寫Code就好了嗎 東西咧 這裡 好 那 好 那 做這個Graphical的東西 其實是我在訓練 神經網路的時候 覺得 一直在 我一直 因為神經網路 要一直去改參數嘛 然後一直抽換某些層 比如說這邊要加一個Linear 這邊加一個Transform 然後 我就要一直把層次停止 然後改扣 然後就開起來 然後 畫出來Lost圖跟 產出來圖片 都要去 另一個分頁 像是Tetherball去那邊看 那這樣子在人類跟電腦 一來一回的寫程式的過程中 是非常費時的 所以 我們需要Graphical提供更高的互動性 那Graphical 因為基於Python 所以它會 像是 inherit and magnify 很多Python feature 像是 它可以 有 compatibility with various domains 比如說 像是 一般的圖形化程式語言 它通常會是 到 它通常都會 tend to 一個 特定的Domain 像是 學的啊 或是 控制硬體啊 Stand machine之類的 但是 所以 那些圖形化的語言 它們 雖然 很easy to use on the specific domain 但是它們 不general 所以它們會出現在 那Python呢 是一個非常general的程式語言嘛 但是 它在 那些 很specific的事情上 或是 實驗性的事情上 比如說 transit網路 不是非常easy to use 對我來說啦 然後對一些 呃 不是很常寫Python的人 肯定會這樣覺得 那我希望Graphical 我們希望Graphical 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 它們 同時easy to use 也同時general 那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這個是 很簡單的Graphical架構圖 它有一個frontend 對的user 那有一個backend backend 裡面 我們可以import很多個 這個圓圈 圓圈就是Graphical的extension 我們會有music的extension torch的extension buildings plotting的extension network的extension 我們會有教育的extension 做音樂的extension 什麼的 那那些extension 背後是什麼呢 它背後其實都是 import non pythorch 這些現有的 呃 Python的package 所以 其實extension 就只是把那些package 裡面的API 包成一個跟node 讓大家可以接起來 那麼 所以 這是我 這 可以讓Graphical 跟Python 差不多一樣強大 但是 它可以有 一個圖圈畫界面 然後可以有很高的互動性 然後也可以很 動態的去改掉 呃 程式 比如說你可以 呃 在一個神經網路 training的時候 發現它training不夠好 然後你就在裡面加一層 你不用把整個process 關掉再開起來這樣 好 然後 這個是Graphical的架構圖 就是還有一個frontend type script寫的 然後 呃 背後是Python 然後 中間是work socket 那 我們要 真人 對 呃 我們每個禮拜四 晚上都會有一個 呃 開發小聚會 好 但是之後可能會變禮拜 另外一個禮拜 好 然後 我們跟Python Python Developer 寫後端 然後Foreign Developer Developer 還有Extension Creator 就是 各種Domain的Expert 可以去 呃 把 呃 它熟悉的東西 包成node 好 OK 謝謝大家 好咧 我們把Sharic 來 看看